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速度明显要快 要快一点 多了一路 它的速度与发展相对来说要优于无有角 但是它的相对弱点也很明显 无有角角上比较结实 而大飞角呢 角上明显比较为了要空虚一些 那我们从本期开始就研究一下大飞角以后比较空虚 那么白旗有些什么手段 对于空的大飞角呢 白旗一般呢 是不会动手的 因为动手呢 也没有什么好的下法 如果只是普通简单的 这个点一点 顶住 这个呢 显得就是说 完全呢 没有什么意义 黑旗都老老实实跟着硬 这个白旗呢 把黑角走实了 外面这个旗呢 还显得有点孤 没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单纯的正一个呢 由于这个黑旗本来还比较空虚 比较空虚呢 那么黑旗就算老老实实的跟着硬 也没有大关系 甚至于来说坚硬的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阿鲁托 黑旗就退啊 由于这个只是差 跟无有角差异 这个差别比较大 那么呢 白旗呢 也没有什么可以满意 所以当黑旗大飞角的时候呢 白旗呢 一般呢 是不会走 不会走 会采取在这一带啊 假设这是黑子 这一带风头啊 等等下法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可以走个定势 可以走个定势以后呢 再拆过去 对于空的无有角啊 大家暂时不要 先急忙呢 采取这个行动 采取这个行动 那么 等无有角开拆了以后 这个边上啊 定了形以后 那么白旗呢 就会产生一些手段啊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 你大飞角啊 你大飞角飞的大 那么里面呢 势必就比较空虚啊 那么大飞角拆二啊 是很常见的形状 我们呢 也就简单的 以此为基本旗形啊 来做一个烟酒 以此为基本旗形的做个烟酒 这个旗呢 呃 这边有可能 白旗呢 是紧紧的 逼住了 也有可能是抢张到大厂 抢张到这里 这个位置呢 暂时呢 不是很关键 我们还是以这边呢 形状呢 来做个烟酒 呃 这个地方有可能有跳啊 也有可能没跳 我们以这个大飞角拆二 作为一个呢 研究的对象 我们来做一个研究的对象 那么呢 嗯 首先白旗对于这个黑脚 应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 我们来看看啊 靠山山 是这个 可以说是一个常用的下法吧 也是一个常用的下法 在脚上呢 腾挪一下 常用的下法 但是 当黑旗拆二的时候呢 这个下法呢 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黑旗帮助即可 黑旗帮助即可 接下来呢 白旗断 白旗断 如果断的话呢 黑旗就打一个硬主 可以 打一个硬主就可以 嗯 白旗以后虽然保留了 一个这个火脚的手段 但是呢 这个火脚呢 是非常的小 活的非常的小 等于以后 啊 这个白旗可以打赤 打赤这个 或者打赤那个都一样 打赤 黑旗踢下来 虽然能够 有一个火脚的手段 但是这个脚呢 活的比较小 活的比较小 这个不太肯啊 只有两木齐 这个活的不太肯 而黑旗外面提掉一个子以后呢 还是比较的厚 比较的厚 但你如果藏出来呢 黑旗就 就接上 这个外面呢 也没有什么文章可以做 嗯 假设你保留一个火脚不走啊 以后一旦被这个黑旗 提一手补起来 这个黑旗补的这个效率啊 还是非常的高啊 你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这个厚实 这个我认为 嗯 白旗呢 所得有限 所得有限 除非在黑旗外面都已经非常厚实的情况下啊 白旗呢 可以考虑这么下 让它后上加后的情况下呢 可以考虑这么下 那么黑旗搬的时候啊 白旗 搬 这个啊 这个黑旗呢 也不用怕啊 也不用怕 嗯 黑旗如果退 这个呢 就显得有些晃啊 显得有些晃 因为与刚才这个外面提掉相比啊 这个外面的后包呢 差的很多 差的很多 那么白旗可以立了 这个时候白旗可以立 黑旗拐 白旗就做火 这个外面与刚才相比差的非常多 这个外面是刚才是提掉的 啊 而且这个里面呢 木树还要差两木齐啊 因为现在不能立啊 现在如果立呢 白旗可以先拐一下 拐完以后呢 再打吃 再打吃 这个多一个打吃以后 又多一个纸 这个外面啊 味道呢更坏 它再做火 再做 那么不能立呢 你只能直接挡 只能直接挡 只能直接挡 直接挡以后呢 虽然啊 虽然这个 外面结实了 但是里面被它一弯呢 白旗呢 又活出了四木齐啊 比那样活呢 要多两木 这个呢 是黑旗不能满意的 那么黑旗呢 要走的话呢 肯定啊 是要断打 打住仿击啊 打住仿击呢 断打虽然是一种 一种下法啊 但是呢 这个给白旗留下的余味呢 会比较多 会比较多 这个白旗如果 白旗呢 可以立一下 黑旗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被白旗打 一挖吃 就吃掉了 黑旗只能打 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呢 白旗这里多了很多 这个打的仪位 可以呢 直接呢 靠这个 可以直接靠这个 靠这个 靠这个是手机 黑旗呢 不是太好办啊 如果你退 那么这里被打几下啊 以后这里还要被打几下 这个 黑旗呢 有些难办 黑旗有些难办 黑旗正确的下法呢 就是 直接啊 从这里打 从这里打 这个白旗呢 就没有什么 太多的利用啊 白旗你沾不行 沾黑旗 简单的一退 这个就死掉了啊 死得干干净净 那么白旗不能沾的话 所有的利用呢 也就是这一打 那么黑旗就提掉 这个白旗没有什么好的 或许是不 这个被黑旗脚上提一个字 非常厚实啊 这个子呢 位置也是非常的好 白旗没有好的后续手 这个白的呢 不是很满意啊 白的不是很满意 那么这边搬不行呢 只能呢 在这边搬 这边搬 这边搬 同样呢 黑旗呢 他也不会断打 这个断打 有时候就是 总是个 总是个属手 总是个属手 那么黑旗呢 肯定呢 会呢 从这边打 不给白旗留下太多的味道啊 白旗这个 这个 接下来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啊 如果打吃 黑旗就提掉啊 你打吃这个 那么 被黑旗打 全死了 不能打吃这个 那么只能 长的话 黑旗针子有力的话 它可以阿鲁断打 即使针子不力 它就算力一个 由于提了一个脚伤很厚了 这个呢 黑旗呢 还可以继续呢 攻击这个白旗 攻击这个白旗啊 这个呢 可以说 白旗呢 是失败啊 也就是说呢 白旗以后呢 仅仅留下一些什么利用呢 就是如果这里有个子的话 仅仅留下了一些这个 虎卧球 这个小光子便宜的 这个手段 还是后手啊 这个白旗是不能满意的 所以说 对于这个形状啊 嗯 白旗靠三三 黑旗就 牢牢的搬住 白旗呢 不管从哪边搬 以及断 都呢 没有好的这个 效果啊 没有好的效果 靠一个 对于这个 黑旗 大飞脚拆三来说 啊 这个是 结果呢 嗯 白旗不好 那么白旗呢 得另想办法 啊 另想办法 不靠 那么 点这个 怎么样呢 点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说 黑旗如果 腥味压住 想吃白旗 这个白旗不怕 这个白旗不怕 那么呢 白旗可以往里爬 这个已经很难杀了 黑旗啊 已经呢 就是说 很难刷白旗了 如果你在这边印 这个 这个白旗呢 轻松一拖 轻松呢 一拖 这个是 就可以呢 做活 这个黑旗 没有好的 或许多 白旗轻松做活呢 黑旗当然是失败了 那么黑旗 如果顶住 如果顶住呢 那么 这个呢 脚上是个打截杀 打截杀 这个呢 白旗呢 不用害怕 因为 这个截打完以后 白旗呢 活得呢 会很大 会活得很大 同时 这个截如果打赢以后 对黑旗还会产生很严重的威胁 这个争执有力的话 还可以把黑旗断开 这个截可以说呢 就是 黑旗 黑重啊 白旗比较轻 黑旗呢 不能这个 轻易呢 与白旗开截 那不轻易开截 被白旗轻松做活 黑旗当然呢 是不满意 可见呢 黑旗压这个 还是 这个是 有一些问题的 有一些问题的 那么 黑旗呢 不压 那么黑旗呢 就挡三三 挡三三 挡三三 这个呢 是个要点 这个是个要点 接下来呢 白旗呢 其实可以说呢 并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啊 现在 白旗啊 如果顶 那么黑旗呢 就退 这个白旗呢 暂时呢 无法逃出去 无法逃出去 即使啊 除非 就是说这里有个指接印 如果说有个指接印 这个顶呢 虽然也 这样能跑出去 但是呢 这个结果呢 并不见得有多理想啊 你就不能搬 这个 现在能跳出去 不过即使这个 黑旗啊 就这个坚主 白旗呢 不见得有 多理想的结果 这个结果呢 白旗呢 还是会呢 比较苦 啊 比较苦 顶不行 那么只有往外面 这个 硬贴逃跑 啊 硬贴逃跑 但这个逃跑 被黑旗一搬以后 这个形状呢 非常的差啊 非常的差 这个 很难看 那么 只有呢 弯过 弯出来 黑旗稳健点呢 就一斑张 注意 这个斑张总是个要点啊 这个白旗就已经很难办了 粘上 这个 旗实在是太难看了 啊 旗形也是非常的难看了 那个 眼位呢 一个也没有 这个太重 如果简单的压呢 白 黑型的就退 你这个总是要粘的 你不粘我就一断 断回来 这个黑 你等于没有破倒我的空 啊 另外 黑旗当然呢 如果积极点的话呢 还可以直接尖着 直接尖着 对白旗呢 发动进攻 白旗整块旗啊 也是非常的苦 黑旗呢 就是说呢 嗯 旗形呢 都非常的好 看来这个点也是不太好 那么对于这个形状有利的一手是在哪呢 啊 我们 嗯 给大家 说一下 它就是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方 点这个 啊 点这个 这个旗啊 和掏脚 有什么关系 啊 它到底有什么妙味啊 这个是呢 一会儿我们需要学习的 这首旗 可以说呢 呃 是 在这个 掏脚啊 或者是破空的时候的一个经典的手段 大家呢 一定要牢记这首旗 我们来看看点一个 点一个什么意思呢 嗯 黑旗 这个 嗯 点我就挡住嘛 你想干什么 那么当有了这个点以后 白旗 接下来再点这个 这就是好奇 啊 这个就好奇 黑旗如果压 黑旗如果压 白旗呢 这时候 白旗注意啊 不要往里爬了 爬了被黑旗顶以后呢 你再搬着去做结的话呢 那么这两个啊 外面这两个 就会就变得非常的损了 本来还有断的味道 就变得非常损了 那么呢 你呢 就不要 那个 去爬了 这时候呢 就可以顶 顶一个 黑旗挡住啊 再搬 可以呢 在边上呢 轻松做火 啊 黑旗大致的下方呢 就是接上 白旗呢 退出来啊 黑旗不住 这样呢 白旗可以说呢 成功的掏掉了一半 黑旗的脚 而这两手呢 目前来看呢 也是白旗的 稍许便宜 可以 这个白旗呢 完全可以接受啊 当然白旗如果觉得边上不大啊 直接火脚呢 也可以啊 黑的呢 如果单拐一个呢 那白旗呢 就可以打吃一个啊 不走啊 黑不走 这个图呢 可以说呢 就是说呢 双方的啊 一个这个 呃 当白旗点进去以后 一个这个正常的变化啊 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 呃 记住一下 这个变化呢 是双方呢 都可以接受的 这个 一个图 那么点一个以后啊 黑旗有没有更强的下方呢 我直接尖一个 把你吃在里面怎么样 这个时候 白旗啊 也有 也有呢 这个手段啊 白旗也可以 打一个啊 黑旗你如果立啊 我现在可以拖 可以拖 一个做火 黑旗扳 白旗退啊 这个飞旗还得补外面 那么我这样做火呢 也是活得非常的舒服啊 非常大 以后这个外面还有充满 断打的这个手段啊 这么大的手段 这样白旗呢 可以说呢 已经是很满意了 这个黑旗呢 这个尖不好啊 在有些手筋练习中啊 在有些手筋练习中啊 在有些手筋练习中呢 可能会讲到在这里 白旗啊 还会有个非常这个巧妙的手筋啊 在练习题中我们经常有可能会见到 就是白旗拖在这个二路 这个也是 从手筋的角度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旗啊 如果你 虎一个 那么我就挡啊 这个 你还得补回去啊 甚至于冲了以后再打 那么如果你长 我正好就一长 这个两边你兼顾不了 不过呢 手筋呢 是归手筋 但实际上呢 这个拖呢 其实呢 是一部恶手 黑旗呢 就往里冲 就可以了 往里冲 你白旗长的时候呢 那我黑旗就 张在这 这个白旗 表面上是接回来了 但是呢 再被人家一拐 这个 这个是 白旗呢 明显是大亏 白旗明显是大亏 所以这个拖啊 虽然有时候是个手筋 但是呢 其实呢 它是一部恶手 大家要注意啊 肩不行 那么就挡住啊 挡住以后这个纸的作用 很明显的就看出来了 那么白旗再贴啊 这个白旗跑出来就可以与黑旗作战了 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 黑旗就失去了这个斑的手 你要是再走的话 就被白旗一头打进去了 本来我只能弯的啊 这个 这两个纸的这个效果 就可以说是明显 可以看出来了 你再走的话 我就打直 你沾上啊 我不管这边有什么纸接印 即使没有任何纸接印的话 我现在接上也就可以了 因为我已经把你这个啊 这几个便宜 是非常大的 把你这个头啊 都给打进去了 这样白旗呢 可以完全呢 可以与黑旗作战 这个旗呢 就说呢 黑旗还是不错的 不是白旗呢 还是不错的 这一点 如果黑旗打啊 白旗点 这是一个手段 黑旗有时候呢 也会采取啊 一个尖的下法 干脆手脚 那么我白旗冲下来 这个当然呢 白旗呢 是没有什么不满的 黑旗最后最强的下法呢 贴出来啊 不算你大 那么接下来呢 白旗呢 注意呢 你贴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呢 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啊 那么白旗有严厉的后续手段呢 就靠在这里 靠在这里 如果你搬这个啊 我就藏 这个呢 你沾上的话呢 我可以这个轻松做活啊 可以轻松做活 搬也可以 就轻松做活 那么 如果你沾上啊 这个也没有用 我本身就可以冲出来 这个黑旗不行 那么黑旗啊 在靠的时候 想反锁的时候呢 尖一个啊 想守住空 但是呢 有了这两个一些交换以后 这个黑旗旗行啊 本身已经变得比较坏了 白旗呢 就退啊 白旗就退 黑旗如果搬 白旗就断 就断 哈 因为这边本身就有针子关系啊 本身就有针子关系啊 黑旗呢 需要打持这个啊 即算 即便是这个 黑旗针子有力 可以沾上啊 那么白旗呢 也可以通过引针啊 取得很大的便宜 因为即使让你黑旗补一手呢 白旗在这一带 损失还是非常的小 补完一手以后 它还可以通过搬 你这个鞋子都没有吃干净 你退一个呢 它以后也可以搬这边 啊 这个就是白旗可以通过引针 获取很大的利益回来 如果你打吃的话呢 那么白旗啊 由于有了这两个 这两手以后呢 这个尖下去 会变得非常的严厉 这个尖下去 白旗都不都不用打 这个尖下去会变得非常的严厉 这个黑旗已经不能搬了啊 搬了被一打一打就打死了 这个黑旗呢 会非常难搬 如果你贴起来呢 这个白旗啊 就挤住啊 就简单挤住 你沾上 我就立下来 这个立是线索啊 你要补一个 那么呢 我再这个藏出来啊 这个白旗呢 已经把外面的黑旗呢 给封断了 这个黑旗就是说呢 呃 非常的难搬 即使 退一步来讲啊 退一步来讲呢 呃 白旗 从这里打吃 也是已经可以 完全可以接受的 结果啊 已经可以接受的结果 黑旗提掉 白旗就打吃啊 这些装上啊 白旗呢 不 他还留有 从这里贴下去的 比较严厉的手段 这个黑旗啊 呃 也是非常的难搬 如果你搬 他当然呢 白旗不会走这个弯的鱼形啊 由于他这个挤式线索啊 由于这个挤式线索呢 这个黑旗呢 只能粘 白旗呢 可以 弯住 把这个旗形呢 变好 这个旗呢 说起来就是说呢 呃 当黑旗贴的时候啊 白旗 嗯 后续手段呢 是往这里靠 是往这里靠 这个旗呢 就是说 呃 黑旗呢 不容易应对 黑旗大概本手呢 也就是搬了 这个张萨 搬了张萨 嗯 看了黑旗挡拐啊 以及黑旗尖一个 补下来的手段 那么黑旗还有一个呢 中庸之道呢 就是 并一个啊 并一个呢 有点这个中庸之道啊 本身呢 不会太好啊 不是也不是太好的旗 本身呢 白旗呢 它可以压住了啊 已经就是说呢 在外面 有这个不小的便宜了 但是呢 白旗呢 它还不会轻而易举的先把它交换到 白旗呢 会保留这个冲断的这个味道啊 冲断的这个味道呢 而先于呢 这个脚上顶 这个黑旗就是有些难受啊 有些难受 黑旗当然得搬 得搬着吃白旗 那么白旗呢 再呢 再连板 再连板 那么呢 等于先把这个里面呢 它又便宜一趟 又便宜一趟 那么黑旗只有打这个 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一立下去啊 你打的时候这个打式先手的话就可以冲断了 嗯 只能打这个 那么白旗呢 可以先在这里啊 都把便宜走着以后 本身啊 可以考虑 尝出来 第二个呢 再从这边来压啊 以后留有尝啊 或者说是这个虎的一些手段 这个黑旗啊 就是说呢 比较难办啊 比较难办 这个黑旗等于是被白旗左右啊 都便宜到了 这个旗呢 就是说 嗯 黑旗呢 不舒服 由此可见啊 由此可见呢 呃 白旗这个点啊 对这个黑旗的大飞脚拆二啊 是一部就是呢 很有力的手段 看上去呢 它远离主题 实际上呢 暗藏着这个巧妙的后续手段 作为黑旗来说呢 稳健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是挡住 呃 这个图呢 是 这个 双方呢 可以接受的啊 和平解决的一个 变化 大家注意 这个是一个变化 这个图呢 大家应该简单的记住一下啊 这个黑旗呢 还是 不错的 黑旗呢 就是说可以接受的啊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还有一个呢 如果你觉得啊 这个周围白旗子力比较多啊 情况比较危急 的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 就直接尖一个 干脆把脚熟了 等你冲下来的时候啊 黑旗我根据这个情况啊 根据旗具的变化 我保留这个顶出来 与白旗作战的这个手段啊 这个呢 嗯 作为黑旗来说呢 也是呢 一种下方啊 这两种选择要根据呢 这个情况而定啊 嗯 即使这个地方让白旗尖道一下 这个黑旗以后就立一个啊 也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手段呢 依然呢 还是还是存在的 就是先把自己补好了 然后呢 再让 在呢 保留以后出动这个子的变化 这个黑旗呢 也是可以考虑的 考虑的下方 今天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学习到了很有趣的啊 对付大飞脚拆二白旗点的 这一个手段 如果您在实战中啊 运用这个手段啊 能够赢下一番旗呢 想必您呢 会非常的高兴啊 今天的讲座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